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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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来到AMC LiveHK,这是你的船长 今天会和大家讲的快技是这一对Jobman 2021 大家一起来看快技,先来看一看这一对鞋的运动 这一对2021是Budget Model,用上了Hering Bone Pattern 和大家比较一下,和这个Main Series的35 其实都是用上了人字文,不过 无论是Storytelling也好,或者是Grid 反而是这个Budget Model是来得比较aggressive 我们室内试过,如果大家喜欢它的响声的话 这对鞋绝对满足到你的 是非常非常响的 这个Budget Model,这个Jobman 2020 我们都和大家评过 真的要拿一对1500元的Main Series 去打街场,就真的有点难过 所以Jobman故事出了这个Budget Model 我觉得这个Touch Up是不错的 而今次Traction Pattern也是满足大家户外的需要 至于Question方面 2021也是用上了一个假扮unlock数码 好像上一年的Jobman 2020 都是假扮的 但是在这个Outsole的位置 其实看到那个Calf位 如果以Budget Model来说 其实都算不错的 那个Size都是在一个有需要的位置 还有都是有少少份量 至于这个脚端方面 有些人就说他感受到一个Hill Zoom Unit 不过以Nike的性格来说 如果他有放在这里 他一定会说 不是多了用脚端的人 所以我很难去评论 告诉大家究竟他有没有这个Hill Unit 所以大家就当无线 这个很有趣 如果大家有看我们这条 还在剪接着的Jordan 35 这个Main Line的鞋 已经赚过他这个Fylon的Casing 做得非常之好 来到2021的时候 都是做得非常之好 这个Step in Comfort 绝对在这里 我穿下去的时候 你说前脚端的位置 就不多感受到 但是脚端的位置 和这个35Main Line 穿下去的时候也是不错的 不过现在 以我们这些年纪的叔叔 再叫我们打街场 还要用minimal Cushioning 就真的不料不料了 但是如果大家都是 好像J Mo和Aaron 是年轻的 又只有百二三磅 我觉得这双鞋的Cushion 就OK 至于Lok镜票方面 12号半的我 就入了13号US 发觉穿下去的时候 有点大 它真的大了半个马 也都没办法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可以试一下买小半个马 或者Tree to size 穿厚些物的话 就OK了 会不会太多Desk Space 又不是 首先说一下 穿着脚进去的时候 完全没有难度 因为这个鞋舌系统 做得非常之好 进去的时候 哇 简直是闊脚人士的恩物 这个脚掌的位置 那个浪非常非常之大 那会不会有些不安全 或者很容易 线来线去 会起水泡的问题 只要索鞋带 又没有了这个问题 还有一件事 一定要赞的 就是鞋带系统 今次可以一索得难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一索的时候 还有呢 连下面的鞋带 都可以锁实 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不是一件复杂的东西 但不知为什么 整天 这些高价的 连主线的都做不到 反而在这个 价格模特上 这个是不错的 至于这个 Hill counter的位置 就没有了 在主线35 那么厚的 所以如果 大家鞋带锁实 可能有 Hill slippage 的问题 因为它的鞋桶都颇大 大家留意 还有在官方网站 上面就说 它有这个 叫做Flightwire的物体 Flightwire 其实就是Jordan Brand 的Flightwire 主线上面 有的 它就是有了一条 这样的线 那就是 Cable的物体 在upper的位置 就连到 至于去到 这个budget model的时候 嗯 它不同的 因为它的Cable 就只有五条 就不像它们 就由 上面一路到中底 只是一个弧形的物体 那 如果你说 那些红线 但是可以做到 帮助都锁定 我又不多觉 而 你说 只是这五条 Cable的物体 那个弧形 又不像可以帮到 所以呢 所以 我觉得 都是aesthetic 多个一切 只要绑着鞋带 我觉得这双鞋的锁定 OK啦 上面的东西 当是装饰 以你们有看开我鞋评 都应该知道 Support 和Fit 去到我这个年纪来说 我都觉得 一双战鞋 能不能够战斗 是最重要的东西 这次Jobman 2021 穿下去的时候 很有惊喜 怎样看呢 因为它的Support 是非常非常足够 在鞋头的位置 它应该是有Outreaker 但看上去就看不到 因为有少少弧形 但鞋底非常稳定 我在35的鞋评 也有说过 它比起34 是稳定了很多 完全没有圆底的感觉 但是来到这个Jobman 2021 更加稳定 比起主线的时候 穿下去可能因为鞋头真的闊 有一种连环船的感觉 这东西是值得一赞的 不过在Hill Counter 它虽然有在 但我若连鞋头的位置 可能太阔 所以如果你说Hill Support 我就觉得一般般 至于这个Eclipse System 是Budger Model 大家就不要奢望会出现 Aesthetically 它就放了一件 好像这样的中底的支撑盖 它就不是一个支撑架 所以这个孔孔就是做样子 但如果你问我的话 就比起上一年 那一对2020 今次2021 就有诚意了很多 因为它真的放了一块碗 而不是好像上次 就不停在中底上 弄了一个孔孔的物体 而且外面这块东西 我真的觉得是Aesthetic 不论是Lideral Containment 或者是Support 的帮助都不大 反而在鞋的内侧 可能因为自己曾经 有扁平触的问题 所以这个脚弓的Support 我觉得这双鞋做得挺好 这件事真的要值得一赞 以Budget Model 有这样的Support 我真的觉得这双鞋 可以堪称上一位战鞋 和大家说这双材料 之前当然要出一出价钱 今天开机的阿龙 阿龙 这对Jumpman 2021 买了多少钱 不知道 哈哈哈哈 他想都没想过 就告诉我 不知道 吹什么 我在印象中 2020 都是卖849 所以这对Jumpman 都是不例外 不过已经有折 网站上面 如果买多过一件的话 好像有些不知七折 如果去到运动家 或者实体店 已经应该在做折扣 Material Budget Model 拿上来的时候 不知道是否因为 Main Line 这个35 都给人有一种 焦焦的感觉 所以拿起上手 没有一个很大的对比 反而 还加上 因为Main Line 今次的颜色比较玩具 所以可能还交了 今次这个 红黑白 就不能输了 你可以说是 US Color 又可以 或者是 Chicago Color 也可以 暂时在官方网站 仍然只有这颜色 不过值得一提 就是 它这个鞋舌的位置 是用上了一种 很奇怪的架皮 摸下去非常之软熟 它不像皮 但又不是胶 总之摸下去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特别 真的要大家试试 试完之后 不妨在comment section 告诉我们 整体来说 跟这个35 有一个异曲同工的感觉 什么意思呢 就是做工做得不错 整个鞋的胶 这些胶水位 完全没有一个很噁心的做法 不知是否搬了生产线去另一道 所以 我觉得这个值得赞 比别人更 premium 如果以这个849的价钱 大家又是要穿Jordan的话 那我们先试试吧 先和大家讲这对鞋的外观 当然要讲讲鞋盒 就是这个黑色有一个JUMPMAN logo 的鞋盒在上面 没有什么油缸 所以就不拿出来 至于这个鞋 整对鞋最抢眼的 绝对是这个假的Eclipse System 那就是这块TPU plate 功能上 刚才说过 作用不大 但是由于 它的cut out shape 和它的位置 都跟这个35 main line 十分之类近 所以离远来说 看上去 真的挺35 加上 刚才有说过 这个flight wire 在功能上 是没有用的 但aesthetically 因为它这个拱形 做到 就有更加像 那个main line的鞋 所以这件事 又要交分 因为这个拱形的缘故 有点像 Ribrock 当年的Tragnosis 如果大家知道 我说哪一对鞋 不妨在comment section 和大家讲一下 至于鞋子方面 就是用上了 这个JUMPMAN logo 而这个JUMPMAN logo 今次又像 Renegade Series Jordan Brand 基本上在Renegade Series 或者Budget Model上 都有这个圈圈 所以今次Budget Model的JUMPMAN 202 也是有这个圈圈 在这个Purtec上面 就有一个JUMPMAN的Tag 在官方网站 就说明它 也是有一个HILL Tag 因为美拉姆 这个物料 和aesthetic 就和这个鞋舌 上面的Tag 是一模一样的 至于鞋身后面 就有一个JUMPMAN logo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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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底 有这个Air Zoom的Logo 而这个Air Zoom 在BBNXT 和早前和大家评过的 重逢亲友Air Zoom的Line Up 今次用了这个新Logo 还有这两个鞋底 因为它就没有像Main Line 一直有一条假镜皮的物体 一直拉到尾部 但是在视觉wise 都有一些可以继续 看下去的时候 有少少连贯式 不过去到这个Budget Model 就没有了Main Line 和第五代最Iconic的其中 后面的POPPOP 也没有23 也没有鞋带扣 所以就不太误 但是如果以Budget Model 它去抄的Main Line 我都觉得抄得很足 好了 和大家总结一下 今次这对2021 Budget Model 得理 人质问 做到可能我们的损失 有XDR 刚才没有说到 这个Traction 无论是PatternWise 或者是物料来说 打室外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至于这个Question 鞋带扣 有前Zoom 后快篮 Zoom Pack 都挺大的 提醒了我们的上一代 我觉得是做得不错的 但是如果真的需要 minimum cushion 都会有instant comfort 由于这个Casing做得不错 但如果真的要很impact protected 这鞋就不适合你了 又要看外面了 至于lock and foot方面 今次13号 买大了半马 所以应该要换回 12厘再试一试 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至于这个鎖定 非常好的鞋带 一锁就可以锁 这个应激一功 不过Hill Slipperage 的问题 可能没有这个Question 在后面 所以大家要留意 因为鞋头大 至于这个support方面 非常之好 鞋头非常之阔 连环船 踩下去的时候 完全没有咬柴的危险 感觉 你要知道 有时候咬柴的东西 你心里面打算咬 你一定咬 这个TPU的Play 完全没有帮助 或者在Questionning上 是没有帮助的 以及这个Hill Counter 存在 但是因为鞋头太大 所以support 后面差一点 前面就非常好 至于这个材料方面 Budget Model 就没有得益 但是 整体来说 无论做工 或者拿上去的时候 没有Premium 的感觉 但是 都没有Cheap Tube 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Main Line 或者是2010 今次都是要抵赠的 做得好 Astetic 方面 非常非常之抄得足 Eclipse System 都放了 位置放得不错 还有这个Colorway 现在暂时有的损色 都挺slick 我觉得 可能 更容易搭配 我这一对玩具版的衣服 不过 我会知道 我会有什么 现在 还在打Playoff 然后穿Budget Model 就是 Jimmy Butler 今天被人sport到他 这个超强的Triple Double 阿龙的粉丝 就是穿Jumman的Diamond 之前都和大家评过这鞋 遲些下部影片 Budget Model 其实有时会有些沧海为主 但如果大家不需要很抵赏的鞋 我觉得这次Jumman 2021 真的有点驚喜 当然没有Jumman或者Rise 那几对鞋 这么抵赞 真是战鞋级 但这一对鞋 我相信 如果大家是轻磅的 又经常打户外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 记住鞋子买你着的 SUSA MAN DO YOU WANT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好 祝福大家 耶稣我是你们 下次再和大家评论其他鞋 拜拜